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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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以下我會用幾分鐘的時間 簡單介紹建築署在綠色設計 如何應對環境變化的工作 建築署主要是負責興建、保養和翻新政府的樓宇 在我們設計這些政府樓宇的時候 我們會加大量的綠化和環保的設計 令大樓的耗電量減少 而減少碳排放 當我們建築新樓宇的時候 舊的樓宇是不斷地老化 亦都需要翻新工程 例如我們去年在洪磡的一個翻新工程 我們將一個原有的貨倉 改建為一個寫字樓 除了使用更高的設計系統之後 我們亦都是刻意地將在窗邊的職業同事 搬到寫字樓中間 騰出更多的窗邊的位置 令更多同事可以享受 然後可以增加這個自然光線 我們也刻意地使用更矮的partition 而增加這個空間的流通 和同事之間的溝通 是可以更加人性化的 但是這些新的idea 就一定要同事他們接受的 最初的時候 同事就有一點保留 但經過多番的諮詢和解釋 最終這個方案被同事接受了 那或者現在我聽聽 兩位當時有曾經參與諮詢工作 以及現在在用的寫字樓同事 他們有什麼看法 李先生林小姐 各位好 我做了建築工場做了很多 在一次一樓裝修工場裏面 我各式轉換了 作為一個用家 我有一個新的體會 其實綠色建築不單只是一輪行件 其實也需要很多用家去參與 我們也參與了很多一些工作坊 在這些工作坊裏面 我們了解了綠色建築的設計 以及一些操作 在這些工作坊裏面 我們了解了這麼多之後 我們同時更加願意去接受這些改變 我們會更加去接受一些 座位佈局的改變 以及使用這個桌面的燈 以及更加留意智能系統的數據 去控制環境 以及保持寫字樓裏面的錄法 令我們使用更加綠化智能 以及健康 林小姐 大家好 在諮詢的階段裏面 其實我自己個人都有一個問題 就是綠色的建築和個人空間 其實可不可以並存呢 矮了的partition 那我的位置就搬了入open office的中間 那其實可不可以的 那發覺搬了進去之後 見到這麼多同事 以及我自己 就覺得很好啊 可以大家共享到自然光 共享到一個很優質的綠色環境 以及一個提高了的室內空氣質素 那其實都發覺大家做事都開心了 那個efficiency都好了的 那所以我都會儘量將這些concept 都融入回自己本身的生活和工作當中 那多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